美股入門精選教學 廢青相信對大部大部大部份的廢青之友來說 美股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真資產 廢青已經弄好了一個playlist 一個教學清單主要是講美股的 如果想學美股的廢青之友 或者是已經頂不順港股了 要轉場玩美股的朋友 就一定要save下這個美股精選教學的playlist 裡面已經放了幾條廢青免費美股入門的教學在裡面 包括有新手學投資本金小手算選美股 這條教學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是本金不多的話 怎樣才算是本金不多呢 以前廢青就說 美股只要有一兩萬港幣就可以交易 那廣股呢 廣股廢青以前就說 最少有五萬元 只不過廢青教了online training一段時間之後 在同學仔的交易行為身上發現了一件事 其實廣股的交易 手上最少都有三五十萬 才可以trade得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如果手上插著幾萬元的話 真心港股真是搞不定的 看完這條影片教學你就會明白的 好了 還有一條影片教已經放在裡面的 就是股票修息的三個陷阱 這條影片其實無論是港股美股都同樣適合的 而且其實很多新手以為修息就是黃道 其實修息並非廢青之道 只不過是其他人個個都告訴你 修息好啊 修息正啊 修息妙啊 所以你才覺得修息好 當你明白了修息的真相之後 你就會明白買股票收股息 並非你想像中那麼happy 反而絕對減慢了你去到財務自由的速度 這條影片是精選來的 一定要看的 第三條影片 廢青青放進了這個 美股入門精選教學的playlist裡面的 就是這一條 美股急跌超過30% 10年難得一遇的機會 這條影片教學 即是4月2號的時候已經發佈了 如果你從那天開始知道 美股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好的timing 入市 而且你只不過是閉眼 不用用腦子 隨便隨便買幾隻優質股就算了 劈在這裡不理的話 去到今天兩個月之後 你的回報可能已經有三成四成五成 甚至乎有些是一倍都不頂 交易的timing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最佳的入市機會 其實一年可能只有1至2個 如果你剛剛已經錯過了 三月的入市機會的話 今年的下半年可能還有多個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那就記得去追蹤廢青所有教學 按下面訂閱的位置 然後右手邊有一個小鈴鐺 記得按所有教學都送到你面前 萬一YouTube不懂得 將入市教學的影片 傳到給你面前 去給你 notification 去通知你來看 那就真是 哭都沒用 媽 我要訂閱 我要按小鈴鐺 我要按所有教學都送到我面前 快手按 其實廢青自己主要 都是做一些美股的交易 多過港股很多 而在online training 裏面 主要都是教美股為主 無論你可能來自香港也好 或者來自澳門的朋友也好 廢青相信大部份人 都是交易港股為主 不過廢青真心想告訴你 如果我是付一個新手來講 美股的門檻的確是低N倍的 而且本金少買到的選擇 亦都很多 亦都很多優質的資產都可以買到 更加重要的就是 在使用不同的策略的時候 美股其實都很容易就用得上 廢青自己其實都很後悔 太遲才開始認識美股 廢青在08年的時候就開始接觸投資 直到去5年後 6年後才開始認識美股 如果比廢青早幾年 在08年的時候就開始學到美股 其實廢青今天已經不再是一個窮L廢青 廢青可能已經是一個副青 這個不單只是廢青自己的感受 很多廢青的同學 他們也是這樣想的 他們能夠真正賺到錢的地方 其實是美股多於港股 因為港股陷阱實在太L多了 甚至乎大部份同學 都是靠美股在今年3個月的時間 已經幫他們追回支持港股輸了的錢 而且今年整個股票組合 最少都已經賺20%了 當然如果你有剛才廢青說的影片教學的話 美股急跌30% 10年難得一遇的機會 如果你有這麼幸運 在那個moment又真的入了市的話 在今年裡面賺3、4成 是很平常的事情 就算你買一隻指數ETF 你都做到超過3成的回報 是不是 自己看看圖 看看S&P500指數的圖 你就會明白的 如果你在4月2號 看了一條影片 又做了相對的行動的話 今天是應該很開心 留意自己幾時可以指贊離場 好啦 留心啦 留心啦 美股入門精選教學 這個playlist對你來說 非常之重要 他請未來也會更加多的美股教學 放進去裡面 在這個description的下面 就會有這條playlist的連結 按進去之後 你要看到有個鈕 儲存播放清單的 記得按這個鈕 即是有三橫 還有有加好的鈕 記得按了它 之後 以後 費星每一條新update 美股的入門影片教學 都會推送到你面前 記得儲存這些影片 有空看看有沒有新片出了 有的話 就記得快手追一追 萬一再錯過了機會 那就費星都幫不了了 好啦 最後 如果你有什麼美股教學 想費星去分享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的位置 告訴費星 費星今期沒得去 就非常之有空 每星期都會做2至3條影片教學 去送給大家 所以有什麼想學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費星 費星每個留言都會看的 好啦 下一條美股教學見啦 記得記得save下的playlist 和訂閱費星所有影片教學啦 拜拜 下次見